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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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Raymond 今天和老婆走到東門這裡試一間四川火鍋 天府八子 地點就是東門這裡 前面就是東門步行街入口 很方便 進來就看到龍的元素 這邊還有很大條龍 神龍見守不見美 上來也看到古色古香的裝修 人都不少了 現在才6點多 來到大廳中間有一個舞台 星期五六日都有一個邊唸的表演 我就等它開場 應該是7點半開始 坐下點完餐 剛剛點了一個138元的團購二人餐 另外再加了一些菜 這裡的筷子挺特別的 上面那一節是一次性的 自己摺上去 另外可以先喝杯茶 這裡當作是機械人上台 剛剛波底就來了 這次叫了一個中辣 加一個番茄湯底 好 到齊了 有毛肚 有黃喉 這個是釣籠 前面是松板肉 雖然豬肉 還有羊肉 鵝腸 還有鴨血 脆皮腸和土豆 開餐開餐 餓了 先吃脆皮腸 這個是最快熟的 這裡其實它單點都不太貴 很多東西都是十二十二十元 這次我們要一個中辣的 試一試吧 最近都很少吃重辣的東西 吃了一口它的麻 不是很麻 我覺得 對我來說算輕的 吃到這麼快 想起 今次我這個調料 是有折耳羹藥 或者叫魚腥草 上次和一個香港觀眾 他吃另一間火鍋 叫他試了一口折耳羹 搞不定 現在撈出來 我覺得不錯 要吃得慣才可以 接下來掌聲有請青年便演大師 閃亮燈場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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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湯看妖火 有放 Joy 我老婆都在加西瓜鲜毛肚 她吃了一块,很脆 是最近吃過最脆的毛肚 這個鲜毛肚已經很脆了 不知另外一個脆毛肚如何 我老婆就繼續再下 她說這個毛套煮久了都不會咬不動 咬不難 外面有其他店舖的復活店 這個毛套煮久了就咬不動 好像是橡筋一樣 試試這個重版肉 豬肉 看看跟普通五花肉 日米分別 一般這邊點豬肉也是五花肉 這個豬肉比較軟 沒有那麼多肥膏 有些但沒有五花肉這麼厲害 都挺香 這個是釣籠 師傅表演針茶 我老婆現在繼續吃這個牛肉 這個釣籠不錯 沒有筋 看上去有筋但吃到它是沒有的 牛肉味都夠 挺滿意的 這個牛肉 喝一口 喝一口蕃茄湯底 不會太濃 我覺得如果再加一點薯仔 就變成了蕃茄薯仔湯 現在再煮肉 它這裏的牛和豬都不錯 大家可以過來試一試 點一下它的釣籠 還有這個 蟲板肉 可以一點的 現在吃一下旺口 暫時來說 那些東西是新鮮的 另外一個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一點 是辣的問題 對於我這些喜歡吃辣的人 他這個中辣 我吃下去沒有什麼感覺 大家如果派辣 就點個微辣 如果喜歡吃辣的 可以點個最重辣 試一試 吃得差不多了 現在試試它的鴨腸 我老婆 試完也說不錯 新鮮又夠爽脆 不過我之前看 要是鵝腸來的 這麼大一塊 看清楚 鴨腸 鴨腸 好了 我們就吃完了 打包了一些 回家 今晚繼續吃 我老婆 一直都說 這個湯底 是沒有苦味 出去吃有幾間 重慶火 或者四端火 吃到中間偏後 會有苦味 應該是花椒 煮久了 就會出苦味 這裡一直吃都沒有 總括來說 這裡的材料 是算不錯的 幾新鮮 價錢不算貴 在東門這個區 我覺得 是值得來試一試 今天影片就是這麼多 下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這裏 李白 事件 以上 到 我們 都有 大 市集中 有